內心想說拜託你看我 然後外在就說哪裡好笑 這樣子會得到館主嗎 超過分 超過分 這個人太久沒見你就會密他說 欸要不要吃個飯啊很久沒見 或是看到什麼新聞就主動聽他說 蛤蛤你看颱風 因為我覺得大家說什麼佛系交友 沒有欸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佛系最有朋友就沒了 早安 早安 靈芽 靈芽 片頭片尾曲由圖松鈺製作 歡迎大家來到龍星 哈哈哈哈 要一起要一起 再一次 一二三 歡迎大家來到龍星大夜 我們這次開 停停停停停停 我們安靜很多次了 那想問大家說 出社會後 朋友之間維繫感情是有成本的 朋友分分合合 遠遠近近有些關係 甚至比兩岸關係還遠 那到底維繫感情會遇到怎麼樣的障礙呢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這些 投稿的網友們到底有多少的困擾 那我想要先問你說你覺得朋友 是有辦法維持一樣的熱度的嗎 這件事是不是很困難 你說一直都維持一樣的熱度嗎 我覺得很難欸 超難的啊 因為尤其各個階段可能是因為物理的關係 例如同學或同事 我們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人不錯 我們就會有交流的機會 對 可是如果一沒有物理的限制 我們可能根本沒有共同的興趣 我們就會找不到那個點 來增進我們的 維持我們的感情 對 興趣是一件事 然後就算你有心 可能也沒有那個時間 然後還有加上我覺得就是 時間之外 機緣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像是 約了一個派對好了 那你剛好不能回去 比如說你要看到要回家 那這時候你就沒辦法去 跟大家一起參與這個moment了 然後這已經是大家很少見面的時光了 那你就會覺得說 好可惜喔 沒辦法增加一些新的記憶 是在攻擊我們今天不能參加同學會的 同學們嗎 對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 有很多東西是無法控制的 還有一件事是因為人們好像比較不在乎 有情的消退 甚至於愛情啊 或說親情 我是也不在乎 愛情跟親情就是大家比較在乎的 所以有情消退這件事 大家好像不會顯得很急躁 應該說我覺得這跟兩個人 每個人的選擇真的是有關係 我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排序的問題嗎 那你剛講的就是可能關於說 今天同學的朋友們的聚會 這個人要離開 那表示他離開那個原因的排序 其實是大於他對於朋友的重視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那我也不用怪他 但意思是說 維持熱度之所以很難 是因為我們很難都在同一個排序當中 還有有沒有對的時間 我覺得夢夢就是排序的問題啊 如果我都把朋友放在第一 所有的夢夢都是朋友啊 不會啊 如果你就剛好真的出車禍了 如果朋友大於我 我就會 主在管 你屁啊 我就是要跟大家視訊 這是排序的問題啊 我懂 那你如果覺得養病比較重要 或是我要回家看方法比較重要 那這樣就是 我其實把朋友放滿前面的耶 但就是可能後面加了自己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會需要讓自己休息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就是沒辦法 但你覺得維繫感情的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維持那個冒合神離的感覺很重要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雙方有個很明確的交流啦 嗯 其實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真的有個機緣 嗯 然後把我們連結上了 嗯 然後我們一起做某一個事情 哦 就像我們現在做Podcast 對 嗯 然後一開始也覺得 突然來這個節目就覺得很神奇 哈哈 然後後來就是 看到很多投稿就覺得更神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重點就是我們現在有個固定的就是活動 對對對 所以我們感情也是有upup嘛對不對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定期聚會就是很難 是因為通常都是大家約吃飯可能就好幾個人 然後一起約吃飯 那你這樣會比較好約 那一對一你就會覺得說 啊不會因為我一個人就是值得特別一起出來吃個飯 然後你會想說懶了然後回家什麼什麼的 沒有一群人然後一起聚會 那樣行動力可能相對薄弱了一點 而且我發現大多數的人 他們其實很多人的興趣都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真的 例如在家追劇啊 或者是一個人去游泳或幹嘛的 哦 可是其實大家都隱約的想要有那個社交的熱度跟能量 嗯 但是因為這些事情都不太一定需要別人 所以很多人就不會去主動的邀約 嗯 那久而久之就是時候就沒有人跟你一起參與嘛 對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我覺得就是主動的去約女朋友 我跟你說我以前很瘋的時候 瘋什麼寶可夢嗎 哈哈哈哈 不是我以前 就是你知道 要維持那個人既往的稱號是很難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真的有做一個表 真的假的 要幹嘛 有一些人是超過兩個月沒聯絡的 我就會在那個表中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說要不要吃飯 哈哈哈哈 好酷哦我好想看那個表哦 而且我會列那個tear one跟tear two oh my god 哈哈哈哈 你把它當那個工作project 欸是因為我覺得朋友對我來講也算蠻重要的 我也覺得 所以我就不想要露掉任何一個人 嗯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人太久沒見 你就會密他說 欸要不要吃個飯啊很久沒見 或是看到什麼新聞我就主動貼他說 哈哈你看台風 哈哈哈哈 好恐怖喔 真的很棒欸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大家說什麼佛系交友 佛系交友 沒有欸沒有這種事情 要策略性交友 哈哈哈哈 因為佛系最後朋友就沒了 哈哈哈哈 朋友都升天我跟你說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剛剛你也有講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貼新聞 因為像我自己就有一些固定的群組 然後我看到我覺得很好笑的東西 我都會分享給大家 對 網路畢竟是大家最沒有成本的一個互動方式 對對對 所以我就會在那些群組 就跟大家保持一定的聯繫 所以我們以後想要去片長輩圖啊 哈哈哈哈 我就貼臉花 欸我穿的是迷影欸 哈哈哈哈 一樣 不一樣的比較可愛吧 對 但反正我覺得 聯繫感情的重點就在於說 一定要其中一方要很有心啦 喔真的 你要想到要維繫這件事情 就很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先看第一個案例 好 這個女孩呢叫做小綠 那她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她覺得她遇到的人就是斷連了 那可能她會覺得說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她常常被遺讀不回什麼的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她的投稿 好 她說你好 哈哈哈哈 她社會人就是一年多了 然後她從小呢就是在人際關係上都是比較難就是維持的 她覺得她自己不太擅長回覆訊息 因為她覺得一直延續話題是有點困擾的 然後再加上她自己是覺得自己在表達上是不那麼厲害 要嘛就是一下子就太滿了 短短的就沒了 要嘛就是別人會覺得她很怪 就變遺讀不回 嗯 所以她內心情緒很多 然後平常會有太多事情想要做 所以呢她就想要問我們說 抱歉怎麼會這麼長 小綠啊 長話短說 而且問了七個問題 以上的想講說她到底要怎麼找到跟人正確相處的方式 然後她自己是在想說自己是不是不太會做人 所以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那另外一個呢 因為她其實投稿了兩次 那她在第一次的時候自我揭露更多了 她就說呢她個性有點悶燒 身邊的人都覺得她有點孤方至少 大家就覺得啊不要太靠近她好了 因為她好像就是你知道很難搞 哈哈 那是我自己講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她就說別人都不敢靠近她 不知道是自己長得太兇 還是說她個性哪裡不對 然後所以她就開始回過頭看說她自己的過去 想說她自己人生到底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想說哇 她其實過去常常遇到一些沒辦法理解的怪人 想要接近她 所以呢她為了保護自己 就想要把這些人都排除在外 然後再加上她覺得她自己對自己沒有自信 所以你聽得出來她其實蠻困擾的 那你自己看完星盤有什麼領悟嗎 小綠 我覺得小綠星盤蠻特別的兩個主要的大真相 嗯 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真相是她有一個火象的大三角 但這是比較正相的 所以我們就不見不談 哈哈哈哈 OK 第二個真相是她有一個摩羯的星群 嗯 對她有很多行星座在摩羯座 然後第三個真相就是上述兩個綜合 也就是說她沒有水象能量 喔她沒有 她沒有水象能量 喔哇 其實很多摩羯座特質很重的朋友或聽眾們 應該是可以自我感受到 摩羯說實在不是一個非常討喜的星座 那其實小綠你說什麼你長得兇那些 我覺得她不是這些問題的主因 原因是因為你的上身是巨蟹座 喔 上身巨蟹座的朋友 你可能不一定真的是長得很可愛 但是你給人的氛圍會是比較和蔼的 比較沒有殺傷力的 這是上身巨蟹座的禮物 對 跟你們天生就可以散發出這樣的能量 大家可能不靠近你或是沒有人想跟你當朋友 具體原因我認為比較大的是在於說 摩羯座的能量太強了 Oh my god 尤其你的水星在摩羯座 它會讓你整體的在對話或者是思緒上 太嚴肅是不是 對 或者是太講求效率 可是其實我們就人有時候需要講一些 幹話 一是幹話 二是可能唯心之論 三就是一些嗨馬屁的東西 所以大家講 他其實講話是很實在的人耶 也可以知道說 他其實內心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但我覺得他在直接的溝通上 他可能會化為一個很簡短 或是太實質的問題 別人的時候大家已獨不回是因為 沒有引起感情的共鳴啊 因為確實你用IG的話 通常就是回笑死啊 就是沒有營養的話 如果他可能看到一個影片 他會說 很有趣你在哪裡找到這個影片的 是不是 我必須說我覺得摩羯座的人 摩羯感會比較 幽默感會比較差 所以他可能甚至會覺得 哪裡好笑啊 還直接問出來 所以他被已獨不回 我們現在結論說是理所當然 是不是 可是因為你的 就是你的月亮有真的很觸動到這件事情嗎 是下一個問題 因為他的月亮是獅子座 那這個月亮 月亮其實在他的生命當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的原因是因為剛剛講他上身巨蟹 所以月亮同時是他的命主星 然後以整個星盤的架構來說 月亮跟他整體在摩羯星群的行星們 是處於一個不同區域的位置 所以其實月亮會引動到他們的 那月亮獅子座呢 當然在內在需求上 就會希望得到關注嘛 大家看我看我 我的室友 對就是 內心想說拜託你看我 然後外在就說 哪裡好笑啊 這樣子會得到關注嗎 超過分 超過分 也不用擔心說人生就此沒朋友 這樣我好像感受得到小綠的人格 就是他可能會忍不防講出一些 想要被人家互動的話 可是他外在看起來是 比較不好清淨的 我覺得他的外在不會不好清淨 但他表達出來的個性 確定他可以承受我們講的話吧 但我現在要鼓勵小綠了 我覺得沒有關係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好運或是跟好友 比較有關的十一宮 星星呢 來到了六宮的地方 整體來說 我蠻建議你尋找的朋友是 你可以真的跟他日常一起去做一些 健身啊之類的 健身或是爬山小運動這種 嗯 找這樣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可以不用說話咯 哈哈哈 糟糕呀 哈哈哈 有沒有行動交友 哈哈哈 好棒喔 我覺得興趣真的很重要 對搭配火象三角的能量 有沒有行動來交朋友 哦 這聽起來其實是不錯的建議耶 當然 那他的興趣通常是什麼 就是一些動態型的啦 我很鼓勵他就是去做一些戶外型的 他在探索世界的時候 順便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還有另外一個 他跟中間有提到說 他說他很常吸引到 讓他覺得有點不舒服的女生 他覺得他們想要模仿他 接近他 哦 星盤上看得懂這種事情嗎 星盤上想說 欸 小綠有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問題啊 哈哈哈哈 因為月亮獅子嗎 其實是真的 因為我剛講了 他的月亮是他很重要的一顆行星對不對 嗯 那月亮也代表他自我 他自己就是月亮 對 好那他的月亮呢 同時跟太陽跟水星之外 所有的行星都有相味 哇 表示他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層面 那他很複雜耶 對 他的人生層次也是複雜的喔 層次 對 因為表示他參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件 這不會很累嗎 會啊 哈哈 就是他可能全科班啊 處理的科目比較多一點這樣 OK 對 那剛剛講一些比較怪異的狀況 非常非常明確的真相 就是他的月亮有一個精準度數 跟天王星的對分享啦 自我感受到會覺得對方很怪異 或是對方用一個很怪異的方式 在跟他做互動 怪異喔 所以他身邊都是怪的人喔 可是其實我們人很常這樣喔 就是 怪的人你可能才會 意識或注意到 不怪的人你根本就看不到他 有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也許在他的生命周遭當中 怪跟不怪的比例 可能沒有這麼懸殊 但是怪的人對他來講影響會特別大 他也會特別focus在這些人身上 那有個對分享的木星 會擴展他生命中的體驗 他已經體驗夠多了 把他還要再擴展一下 可是你其實可以知道 小綠並不是在任何的層面上 都會有困擾 我對他生命中其他的領域 都還是蠻有信心的 你說比如說工作 感覺就很厲害這樣嗎 也沒有 請問 你這樣小綠要怎麼活啊 好啦小綠加油小綠我們一起衝事業 我們不要管那些人際關係 我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OK 我要跟月亮獅子座的人喊話 就是說 雖然月亮獅子座有一個被看見的需求 希望大家都注意到他嘛 但是我們只要一直堅信自己是生命中的主角 你是楚門 他們說服自己說大家已經在看你了 你就不需要去 需要大家看你 他們可能一直覺得自己沒有被看到 所以他們才一直有這個積極隱隱的行為 對 就是看我看我看我 可是如果你已經覺得大家在看你 你就不會有說看我這件事啊 好感人喔這句話 是嗎 我覺得蠻感人啊 就是 因為我走的比較前面了 所以 對 也是你們在那邊說看我看 我就想說幹嘛啦 我 我早就知道到了 對啊 那小綠還有問一個他想要轉職 有適合嗎 因為他想要做建築跟都市計畫 我跟你說小綠的星盤當中 土星 一般我們認為比較兇一點 比較帶來考驗的行星 對 僅僅座落在他的上中天 上中天是我們一個人最容易被看見的地方 也是我們工程名舊中最容易彰顯這個特質的 哦 土星 跟架構跟建築有關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在亂講話嗎 真的啦 幹你在講虎術士 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建築師 你就不知道了 對原因是因為他的土星要受到頗多的考驗 才有辦法成為你剛才講的那個樣子 因為他的土星落在非常不舒適的牡羊座 哦 對 那落在牡羊座呢 牡羊座在整體的氛圍上 其實是希望他有往之前去衝去開創 嗯 可是土星要的是我們保守 我們謹慎 我們面對每個危險 我們收縮 嗯 所以其實土星在這個狀況下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那投射到職場跟最後人生的成就上面 對 這樣子的衝突是小綠必須解決的 既帶有開創性 嗯 可是同時又包含土星可能重視邏輯 建築結構架構謹慎 嗯 這個元素的相結合 到底是不是建築師 我本人並沒有非常清楚 因為我不了解建築師的職業 反正就符合你剛才講的這一切條件 就可能是適合他的職業是吧 對那你如果覺得說 欸建築設計師是有符合這樣的條件 我就鼓勵你去嘗試看看 嗯 而且在過程中一定會感受到挫折 因為這就是土星的本質 土星在他實工 那等於說他要嘛被看到很挫折的樣子 要嘛就是很成功的樣子是這個意思嗎 我解圖算有錯嗎 應該不不不 應該說土星在這個人前往成功的路途上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岩屍 嗯哼 對可是這個岩屍的脾氣非常的古怪 嗯 因為他既嚴格 嗯 他自己又魯莽這樣 哈哈哈哈 你可以這樣想像 其實他其實是有點行為標理不易 然後能量是非常散亂的 摩羯的人 嗯 是最有機會跨越剛剛那個很機車的土星的 考驗的一群人之一 為什麼 因為摩羯做的人非常的 他的意志上非常的刻苦耐勞 上升摩羯也可以嗎 突然在問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我有意識到 哈哈哈哈 上升摩羯只能說你是一個老靈魂 但你這輩子如果你的太陽不是聚位摩羯做能量的話 你有可能會逃避 完蛋了 哈哈 你的靈魂是老的這樣 OK 回覆別人的訊息是一件有壓力的事嗎 會啊 尤其是客戶的 哈哈哈 我都出了在工作外 這個問題非常有趣 因為雖然我個人蠻重視朋友的 但朋友包含朋友以下的事情 就是可能包含工作或錢這些 好像就會讓我產生壓力 那我朋友以下的事情就是可能朋友家人工作嗎 所以這幾個的訊息都會讓我產生壓力 我都會有一點拖延的去回覆 可能戀愛對象或曖昧對象的話 一定秒讀 哈哈哈 要對方下套好不好 一定立刻回啊 都掛在線上 有時候你要克制一下自己再回 所以我得說我覺得回覆訊息是否產生壓力這件事情 好像跟在乎的程度 maybe有一點關聯 雖然我很在乎朋友 可是其實朋友的訊息我好像不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會立刻回 我自己是會覺得回覆訊息很像代辦事項 然後我覺得最麻煩一點是因為我們不是面對面 所以我們很難讓他感受到說我們實際的感受 對 所以如果當我們錯過了最好回覆的時間點 比如說五分鐘內套了 嗯 那這個時候你就想說那就晚一點回好了 啊 那你就會想說啊就算了 那就更晚一點回好了 哈哈哈 有時候是你點開就被乎讀不回 哈哈哈 然後對我來講好像有些程度上的差異 比如說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已讀他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對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有一些不熟的朋友需要跟他好好的對話 不然他會覺得說難道你是不喜歡我嗎 還是你是不想跟我聊天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有點壓力 我不想要讓他有這個感覺 我同意 而且我發現其實回覆訊息到底會有壓力 有時候會端看對方到底問的事情是什麼 哦 因為有時候問的東西很大災問 我就是沒有辦法現在回覆的話 我就會選擇先不要點開耶 這個我也會 那如果對方只是傳一個很白癡的新聞過來 我可能就會立刻點開 對對笑死 哈哈哈 變敷衍 哈哈哈 到底有沒有時間 然後你人是在外面 然後有時候也是我們自己也想要休息 對 這一切都會造成說回覆訊息有點壓力 但是喜歡的人不一樣啊 哈哈哈 那個就不是壓力啊 哈哈哈 那是未來的模樣 哈哈哈 而且如果傳訊息給他他沒有秒讀 我也會想說怎麼了 哈哈哈 被車撞了嗎 你在忙什麼啊 哈哈哈 你好可怕 看一下流年星盤 看他在忙什麼 好啦 那問你喔 如果遇到怎樣的人 你會想 已讀不回對方 我覺得在對方傳了第一次訊息之後 我都還沒有回覆 不管我有沒有已讀 他又再傳了第二次訊息 那種咄咄逼人的 我就會有一點覺得 我沒有義務要回你 開始兇喔 對 所以我就不會回他 喔真的 有時候是情緒不對 比如說 唉唷我怎麼想都想不到其他例子 但前陣子就是我朋友死掉了 然後呢 那時候很多人就直接無腦式發問 怎麼啦 請問 哈哈哈 有人在care我嗎 哈哈哈 我說你覺得夠熟 然後我就要回覆你這件事嗎 當然我知道大家都是擔心 嗯 但有時候情緒就是不對 對 但除此之外 所以我個人是蠻習慣回訊息的人 反正我覺得看一下對方的太陽是什麼類型的星座啦 如果是水象星座的 你大概可以知道說他會因為情緒 所以影響到他的意志的表達 如果是火象咧 欸我覺得通常火象也許會想要速戰速決 所以他如果現在可以他可能會立刻回掉 喔 火象比較具有行動的能量 喔喔喔喔 然後比較具有跨越一些壓力的能量 然後土象是會先打好草稿然後再回你是不是 那確實土象會想的比較謹慎 他會想一下要怎麼回覆會比較好 好酷喔 但是真的很熟的朋友就是會跨越那個模式啦 欸但你剛才講這個回覆訊息你到底算水星 還是算在你的太陽 回覆訊息的壓力 對 我覺得這個意志其實是跟太陽有關 那回覆的內容跟方式就會跟水星有關 喔 對我說 剛是 哈哈哈 我們真的是剛學 我真的很會講欸 哈哈哈 他自己嚇到了 那我看下一個案例 土圖三里女優 他覺得說他自己從小就是不太知道怎麼跟人家相處 那是不是會註定孤老一生 那我覺得孤老一生呢 在眾多的投稿裡面是容易重複的字眼 哈哈哈 大家很擔心欸 對 大家是多擔心 我們以後就是一起開一個老人公寓好了 你娘靠這個賺錢 哈哈哈 我覺得這些人彼此聚在一起也不會成為朋友 哈哈哈 超過分 他又說他其實從小就無態知道怎麼跟人家精準的跟人家相處 嗯 然後呢他甚至提出說 他覺得他跟他弟 到現在會有一點尷尬 有點疏離的感覺 那他就想說 自己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他跟朋友相處的時候 他常會覺得說自己被忍弱了 然後就開始親了別人 聽起來超可怕 哈哈哈 但是他長大之後才發現說 啊他跟他弟弟原本算不錯 可是後來有點疏離 就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去主動經營關係 所以他其實是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可是 好不容易意識到這件事情 他才發現說他在大學的時候 人際上跌了一大跤 嗯 然後那一大跤讓他得了蠻嚴重的憂鬱症 從那個憂鬱症面一個分水嶺 比如說他以前看到訊息馬上回 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再去找下一攤 可是現在他就是覺得自己甚至得了社交恐懼症 嗯 知道說他有去算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叫原成功 這什麼 我不知道還是你剛才猜 哈哈哈 還要給我裝 還要套招 哈哈哈 我剛剛有google了一下 對 這是什麼意思 原成功他們說是一個人 你在這輩子的靈魂投胎前會 住的地方 住的房子 超酷的 然後他就說他住的 你剛剛不是說酷喔 哈哈哈 我自己是覺得很害怕這種類型的神秘學 那個不重要 但他呢在這個房間 原成功的房間 嗯 別人可能是有梯子的 但他沒有 他是用繩子 呃一個人一個貓的一個大小而已 呃那個人就跟他講說 他好像生命裡面比較難有其他人跟他一起融入 所以他常常會把別人聚於人之外 然後他就聽完這個就覺得說好像有點理解 然後就發現說星盤也可以了解一下說人際關係 所以希望說透過星盤 哈哈哈知道說他該怎麼跟別人就是相處啊 他改善一下自己啊 現在是占星跟原成功的PK嗎 哈哈哈 會不會層級拉太高 哈哈哈 神秘學大戰嗎 對啊 你自己覺得呢 他星盤講了什麼 總體而言 剛剛你說原成功的房子很小嘛 投胎前的房子很小 那我們從星盤上看到的事情就是 確實 我覺得你是住在一個房子小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輩子 我們的方向就是我們來擴建它 喔 辦得到 嗎 哈哈哈 超過分 還自己加一個問好嗎 我覺得圖圖的星盤當中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真相 他沒有火象能量 所以表示他的行動上確實是比較 不是這麼會立刻解決問題的人 第二個 他的木星十一公 原則上木星十一公的人應該要朋友非常多才對 對 但他的木星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是木星稍微逆行了 本命星盤中木星逆行的意思就表示這個好運會延遲來 對或是在適當的時機才會出現 對 第三個是他的月亮在象限公位的十二公 是什麼意思呢 月亮十二公的意思 看不到自己嗎 這個人非常容易受到小人的影響 小人 對小人 十二公是我們七公除了我們的伴侶或合夥人之外 七公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看得見的敵人 對 但通常十二公指的是我們看不見的敵人 懸秘的事情 喔 什麼事在害著我我不知道 但就是有東西掐著我 真的假的 那這個月亮十二 所以他是持續被掐著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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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偶發性的事件 那這個事件我們通常就是不負責任嗎 或者是最直接的講法就是 他會遭遇這樣的事件 受到這樣的干擾 跟情緒上的波動 嗯 就是因為因果业障 我們通常會直接把十二公的事情 用因果去做一個 喔真的喔 所以不是說可能有一個雞掰的朋友 偷偷在背後講他壞話 這是顯現出世俗的狀況 但到底他如果追根究底 為什麼那個朋友要對我這麼擊掰 他為什麼只針對我 就這個針對 就表示上面只可能你們 你有攻擊過他 喔十二公好神秘喔 但至少月亮十二公彰顯的事情就是 小人會對他造成精神性的 情緒上的直接的影響 好可怕啊 也不會可怕 就等於說他對於這件事比較敏感 然後加上他月亮是雙語座 雙語座是要跟更高層次的零 跟世界去做連結的一個星座 所以叫他不要在乎這些世俗了是嗎 我覺得他會在乎 喔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會受到這些牽引的干擾 但我要給土圖的建議是 這些事情都 我認為啦 都不是你的錯 你先不要把錯都放在自己身上 你也不要去覺得 Why me 為什麼一定是我 我做的哪裡不好這樣子 你就當作是 宇宙給你的考驗 對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不能只是這樣子 講完現況 我們要讓他看到希望嘛 這應該是我們節目的宗旨吧 好像 莫名其妙要開始拯救人 我們就回到那個木星啊 木星是十一公 讓他的 接受一定程度的考驗的時候 他的朋友圈實是會擴張的 然後這些朋友 最好是跟你在職押 或是跟你在目標上 共同的朋友 對你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那些說你壞話的 可能根本不是跟你在同一個道路上的 你就不要太在意他 這感覺也蠻難的 那他現在的狀況 是因為他嚇到了嘛 所以他換了交友的方式 對 不建議喔 因為他說他連跟熟人傳訊息 都蠻有壓力的 最大的狀況就在於那個月亮 那我必須說他的月亮 除了十二公之外 有四分像太陽 就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說 你做這件事是什麼意思 之類的 但重點就在於說 其實剛講那個很重要的木星 跟他的月亮是有個六分像 但這個六分像 不是渾然天成的 木星就一定會幫到月亮 可是你必須透過個人的努力 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才會說 過去的那些傷痛 必然都會存在 而且我覺得他會讓之後都 事情都會發展的更好 但你不能因為這樣 就放棄了對朋友的希望 然後以及他有說 他可能對於親弟弟的生疏 這件事情確實是你自己 輸於聯繫沒有錯 因為你的火箱能量 本來就比較弱 但我相信你可以改善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水星跟火星 都在金牛座的三公 三公是手足 對 三公其實是手足的公位 會有一些需要溝通 可能會有一些衝突 都沒有關係 都比你們不去 跟互相接觸來的好 所以現在就鼓勵他跟 一回家就罵他弟 搞什麼鬼 不跟姊姊聯絡 所以他還是可以 嘗試就是跟他朋友 真正在乎的朋友 就是還是保持聯繫 剛剛雖然只講了 月亮的影響對不對 但他的十一公公主星是 摩羯座 摩羯座的守護星是土星 土星座落在他的象限一公 壓在他自我身上 然後我們之前其實有講過 土星在象限一公位的人 很多都會有 憂鬱的狀況 的原因是因為土星是一個 讓人壓抑的 那他影響到了你個人 影響到你的人格發展 那我們去解釋說 這個土星雖然造成了 這樣的結果 但土星是從哪裡來的 土星掌管的是十一公 土星是從朋友來的 好可怕 可是 星盤知道所有事 我比那個什麼功厲害吧 那個也成功 還攻擊其他人 但是我們今天 從土星的方向去解釋了 他為什麼會得到 這樣子的壓力 我還是要幫他開脫一條路 就是我們把希望 放在木星身上 你的朋友圈會開闊的 絕對會 對那你剛說哪一個方向呢 志同道合的方向 廢話 有些人就覺得 什麼朋友都來 需要放鬆的朋友 或是需要 可是志同道合 應該說是 生活價值觀一樣 還是說我們興趣一樣 那剛剛講 摩羯座就是講 最好是可以跟 你的人生成就 或是職押道路 靠攏的朋友 我講不模糊 我講的很具體 我只不想太論斷而已 比如說 好 我的工作是做UI 那我可能就去UI的讀書會 然後就認識那些人這樣子 具體要不要參加讀書會 就隨便你啦 但這些讀書會的參加 也許會造成他的壓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土星還是在那邊 但是土星的問題 不是永遠就是一顆大石頭壓在那邊 土星的問題是要告訴我們說 石頭壓在這邊是有原因的 那我們要帶著這顆石頭前進 喔 但很壯 但很壯 你可能要被壓垮 但加油 但我相信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耶 土土的星盤我對他非常的 有信心嗎 對 因為聽起來人際就是一個雙面認對於他 我覺得他主要在於說 情緒上的不理解 並不是說 我在乎朋友們在乎到怎麼樣 那他是不是感覺可以去跟諮商師聊一聊 需要吧 因為我建議所有土星異工的朋友 都要去嗎 就是你需要有個定期抒發憂鬱的管道啦 喔 對 好 大家聽到了土星異工的朋友們 存一筆錢去看諮商師 尤其他的土星是牡羊座 很激發又很兇的土星 好 那我們相信土土辦得到的 對 你有機會可以改善 那我問你喔 為什麼你會覺得跟過去很熟的朋友 見面的時候很尷尬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們可能不確定說 對方跟我們過去曾經認識的他 是不是還是同一個 嗯 是吧 對 因為人都會變嘛 然後我其實也擔心他會不會覺得我變了 嗯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過去很親密 現在不親密的對比感覺很太強烈 對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說 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最尷尬就是 第一個見面的當下 你會不知道要抱他嗎 要親他嗎 就你會不知道那個 拿距離要怎麼拿捏 把他打手槍好了 哈哈 我們以後就是 這種場景好像常常看到 都還是不知道怎麼去解決那個尷尬 可是我後來的解法可能就是 反正做自己啦 對啊 我永遠的解法都是做自己 你覺得出社會後 還有辦法找到深交的朋友嗎 我可以 你們我不知道 我是主角光環 身邊就是要越來越多人啊 我覺得我是可以遇到就是 值得深交的人 但有沒有機緣讓我們繼續持續 保持這麼好 真的看命運 跟我們自己的努力 嗯 我覺得深交這個詞也蠻特別的 是因為 每個人可能對於深交的感受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人我們可能覺得 心裡很靠近 但其實他喜歡吃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耶 這樣算深交嗎 對我來講這樣算耶 就是我個人主觀覺得我們心靈近不近 對不對 對啊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會有點想說 不知道對方也是這樣想 這是我覺得大多數人會遇到的困難 但我剛好就是不是很在乎 對方怎麼想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困擾 拉到這個層次之前 的那個猶豫是在於說 其實我不知道對方是不是 也是這樣想 也有想這個意圖 對 但就好好的跟他說吧 如果你真的很珍惜 你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覺得你很棒 之類的 我也很喜歡我們的關係 這些話通常在華人社會 就是需要一些酒精 對我剛才在想說 適合大家喝酒的時候說 對 一般講有點很像要借錢 對 講什麼意思 欠錢是不是 哈哈哈 你最後想要對這些交朋友 有壓力的人們 你想跟他們說些什麼 如果你真的沒有朋友 我可以分一點給你 哈哈哈 要幾個 你說晚上吃飯的其中一個嗎 哈哈哈 出租朋友這樣 但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如果你想要交朋友 真的是等到自己沖好店的時候 再出去 嗯 因為蠻累的嘛 就是怎麼樣 交朋友就是給予跟接收 對 所以怎麼樣你都還是會有個給的過程 其實even收我覺得都會有時候會有點累 嗯 所以最好是你能量比較飽滿 那你再去做這件事情 我自己要特別想跟有交友壓力的人 嗯 說一下就是 我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 但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社交達人 我只是剛好 剛好很幸運的就是周遭的人 都是善良的人 然後我可以很舒服的展現我自己 嗯 所以我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 但是我相信這個世代 對於每個靈魂來說 嗯 可能理解他的人並不是這麼多 那攻擊他的人也會默默的有 尤其一些小人或什麼的 我只是想跟交友感到壓力的人說 我覺得大家都還是獨以為的存在啦 不要因為想要交朋友 而過度的改變自己去迎合別人 喔 因為我覺得真正在交朋友的時候 不會感到壓力的狀態 其實是展現自我 就自然的樣子 對 我很怕大家為了要交朋友 就是太犧牲自己 我自己近期其實有一個體驗 就是我覺得說 過去你會覺得說有一些人很酷 對 就是他等級好像比較高 哈哈 就在風之谷裡面 哈哈哈哈 裝備加久了 對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 沒有必要有這個預設立場 你也不要把自己放到一個比較弱勢位置 或者說他是比較強勢 或者說他比較弱勢 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 所有人都一樣 你只要很自然的用一個平等的方式 去跟人家對談 我相信大家都會說舒服的 嗯 因為你是尊重他的嘛 就算你們不合 那也只是因為你們不合 對 那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那你如果是這麼擊敗的人 就應該找個擊敗的人 哈哈哈哈 真的我覺得你可以找一個可以對你個性的人嗎 呀呀 maybe 你們就一起擊敗就可以一起做自己啊 大家加油 哈哈 你們至少今天就獲得兩個朋友 你娘跟龍龍 哈哈哈哈 懂得的話可以拿更多 哈哈哈哈 好好笑 怎麼會那麼邪惡的頻道 金元交朋友 哈哈哈哈 金元外交聽過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第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們還有 就是想要提問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節目資訊欄 然後把自己的問題打進去 那越詳細越好 我們可能會 比較清楚說你的個性呢 就可以像今天我覺得就是 比較深刻一點的回覆 嗯 那除此之外呢我覺得 呃如果你很希望我們 想要請我們喝茶的話 也可以看節目資訊欄 你可以去抖內唷 那感謝大家 那今天這集差不多到這裡了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